你停止学习 你停止成长 你停止学习 你就停止成长 你就开始死亡 我们选择性的学习 不可以的 不懂了我老了 我老了是借口来的 你越老越精啊我跟你讲 你就是太精了所以你才说我不会 我可以逃避这些麻烦的东西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不要学 我们都选择性的去学习 我们选择性的不学习 要离组织 要离组织告诉我们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学习 一个就是教导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有这个 目道班的推动员 还有就是主治学的老师们都会重新的 宣发他们的这个誓言 去服务天主的子民去教导 去带领我们年轻的 在信仰上需要被培育的子女们 还有我们的目道者 所以一个是教导一个是学习 这个很重要 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 其实还没有上学 我们就在家庭里面受教 开始学习 一个孩子从他懂事 一开始懂事 什么叫做懂事 就是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对和错的 他知道的 很小就知道了的 一个小孩子从他一开始懂事的时候 他就应该开始学习 然后做父母的就有责任 我们开始要教导 你不要宠坏他们 等下我会讲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有 现在有幼儿园 还有幼儿园 但是基本上我们有小学 中学大学 我们中文就很清楚 很简单 很容易明白 小学中学大学 英文如果照翻译叫什么 small learning medium learning 跟big learning 对吗 就是这样简单呢 他就是小学 就学小的东西 小小的学习 中中的学习 还有大大的学习 他有等纪 就是一步一步去上 我们小学学的都是什么东西 你觉得学完小学 中学和大学够吗 我们人是学不完的 活到老 学到老 不停的学习 最怕就是 你停止学习 我们小学所学的都是一些 认知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知识 有很多东西需要背的 你在小学的时候 对吗 这些information 就是资料的东西 很容易学 是最小的学习 最基础的学习 你只要临摹 你只要照抄 学习那个文字怎样写 就是照抄记忆 你只要记得就可以了 然后到中学 你开始有了很多的information 很多的资料 知识 然后呢 你就开始要学习 运用你所学的知识 运用 然后到大学呢 到大学你是应该要懂得创作了 明白吗 创作 你学音乐 学音乐也是那些音乐会弹琴的 你初级的时候是学Dolemi 你只要学抄别人的歌 你只要学会弹别人创作的歌 你不需要做创作的 但是你越来越高级的时候 你就要学习如何去创作 自己写歌 自己去作曲作词 对吗 所以大学就是你要懂得创作了 你要懂得写论文 你要懂得如何辩论真理 你要如何去寻找和启发别人 所以大学生博士 读到博士学位的 你要能够启发别人 对吗 但是这还不够的 因为这还是属于知识上的一种学习 人生的学习 更重要的是我们懂得了知识 要把知识能够运用成为智慧 knowledge要变成 wisdom 知识要变成智慧 智慧不是在课堂可以学的 什么是智慧 比如说我要有纪律 有discipline 你不能discipline 你必须要有东西给你去经验 或者我要学习宽恕 学习宽恕 你可以在课堂学吗 神父在那边可以讲很多关于宽恕 但是你没有经验 你没有个机会去被人伤害 然后你才能够有机会去宽恕 我们有一些人他们一生人 就是都过到很幸福的 没有人伤害过 没有被伤害过的 问世里的小花 我跟你讲 如果你从来没有被人伤害过的 你其实不懂什么叫做宽恕 对吗 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 没有去爱过 你不懂什么是爱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 书本上你学不到的 所以这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开始停止学习 我们英文说 你停止学习 你就停止成长 学习跟成长是一起的 你停止学习 你停止成长是一起的 你就开始死亡 枯萎 枯死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学习某些东西 我们选择性的学习不可以的 人生是要全面的 所谓的Holy 我们讲Holiness 就是圣洁 成圣 成圣不是一部分 我做一部分 这部分不做 我只选择性的去做 我们人生是全面的 全体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是选择性的学习 比如说 比如说 今天有很多年长者 我不要讲那些 已经开始老人痴呆的 你们不是老人痴呆 这边有很多Auntie Uncle 你们不是老人痴呆的 你们很聪明的 你们也有很多的人生经验的 但是 来到这个 今天的这些 新的科技 这些手机啊 这些东西 你们就不愿意去学习 啊 你什么都会 这整世人 你什么都会学过这样东西 为什么这个手机你不能学 借口来的 我跟你讲借口 我那个我 不懂了 我老了 我老了是借口来的 你越老越精啊 我跟你讲 其实你越精 你就是太精了 所以你才说我不会 我学不懂 我免得我都可以逃避 我可以逃避 这些麻烦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不要学 就让那个年轻的人帮我做就好了 借口来的 所以不是老人家的问题而已 年轻人也是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也不愿意去学习的 有的 有的年轻人要学习的 是要尊重长辈 今天的年轻人有很多 不大会尊重长辈了 年长的有东西要学习 中年的有东西要学习 小孩也是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OK? 我们每在每个年龄层 每个阶段 我们都选择性的去学习 我们选择性的不学习 所以我们不能成长 不能完全的成长 我们停留了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宽恕 宽恕叫学习的 有人就停止了 他从二十多岁被人家伤害过 就开始停留在那边 永远都不要宽恕 就不要学习宽恕 所以一直都在埋怨 所以他整个人生 从二十多岁开始到七十多岁 他过了一世人在埋怨的生命 好苦啊 你懂什么叫做僵尸吗? Zombie Zombie的意思就是 会动的死人 今天当我们停止学习 刚刚我讲的停止学习 就是开始死亡了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好像 Zombie这样 只是一个躯体是会动的 但是我们里面已经死了 我们有很多人的灵魂 已经死了在里面 因为我们不愿意改变 改变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舒服的 很多时候 在教堂里面 或者在我们的事工 或者在我们家庭里面 如果发生一些事情 需要做出改变的话 我们都觉得不舒服的 比如说新的神父 换新的神父来 你一换一次 一个新的神父 又有一个圈 对吗 所以教友们就觉得 很不舒服 他就是这样 就是 但是我们的生命 每一次那个改变 其实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每一次的改变 都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成长的 如果生命没有改变 我们就停止在那边 很古板的 我们这里没有春夏秋冬 那些生活在春夏秋冬 有四季的国家的人 他们就很清楚这个东西 因为每一次每一年都要改变 不要讲什么都好了 当天气一改变的时候 你就要改变你的服装了 在有春夏秋冬的地方 他们的人 是要花比较多钱的 因为每一过一个季节 你就要花钱买不同的服装 特别是那些比较喜欢潮流的人 就很开心 就有机会可以买衣 冬天有冬妆 春天有春妆 夏天有夏妆 那个改变让我们更新 我们的信仰是每次是不断的更新 所以我们的礼仪年 每一年都一直在更新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新年要到了 我们为什么华人庆祝农历新年 因为大地回春 万象更新 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传统里面的 我们都是要欣欣向荣 不是说旧的东西不好 但是新的东西来 我们要能够去拥抱去学习 所以弟兄姐妹 在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改变 我们觉得这改变很痛苦很辛苦 对 没有错 耶稣说 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十字架是不会舒服的 他肯定不舒服 但是他会带领你去学习成长 成为一个更真实的人 上次我也是有讲过了 我们每次有巨大生命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都会面对这五个阶段 不管你面对死亡 面对一个严重的疾病 或者你经历一些不好的 一些挫折 比如说试炼 离婚 bank club 还是被朋友背叛 或者被老板炒你鱿鱼 你都会有这些五个阶段要经验的 第一个就是 你会deny 否认 否定 不过当没有黑色 当你发现你自己有cancer了 然后中cancer 患觉症 患癌症 你第一个就是说 哎呀不是的啦 不是的啦 你身体不舒服 你第一个很多人都会脱的 那个就是deny 没有 你身体已经不舒服了 你的身体告诉你有问题 但是你不去check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deny 我们否认 我们觉得没关系啦 应该没有事的 好 so 第一个阶段是否认 第二个阶段就是 你知道了 你不能否认吗 你知道了 你结果怎样 你不能接受 你不接受你就生愤怒 angler 很多人就停留在这个部分 一直angler 一世人就是在那边 愤怒 被老板吵由于一次罢了 以后的所有的老板都是碎的 谈过恋爱 一次失败哦 所有世界的男人都是不好的 你jam了咯 jam了 你的生命jam 有些人就jam在那边 然后呢 你就进入第三个部分 这些都是一个process 你进入第三个部分 就是讨价还价 或者有些人就manipulate 玩弄取巧 然后就是如果中癌症 就跟天主说 你让我好 我就以后更加的活跃 更加的虔诚 这样子 讨价还价 小孩子就 这个从小就会 一岁的孩子都会了的 一岁的孩子 如果他要一些东西 妈妈一岁就懂事了的 一岁已经懂事了的 他要一些东西的时候 父母不给他 他就会哭了 那就是这个来咯 有些真酷的 如果你是孩子三个月 他肚子饿酷 那是真的 但是如果到一岁两岁的时候 很多是假酷的 他是玩弄了 他情绪勒索 明白吗 大人也会的 情绪勒索 有些人就半可怜 如果这个时候 做父母的 你还给你的孩子 他情绪勒索你 你还给他的东西 你每次这样做 这个孩子就永远停留在两岁 今天的很多大人 已经很大了 所谓的成人 但是 其实他们好像小孩子这样 长不大 因为 停留在那个阶段 一直用这种手段 撒手段 在我们生命里面 撒这种手段 成熟的人 不会撒手段的 耶稣没有撒手段的 明白吗 第三个阶段 这种撒手段的阶段 我们要成长 第四个阶段 如果你撒手段 有些不好的东西 来到你生命的时候 你就是必须要去面对它 撒手段也不能 讨价还价也不能 什么来了 你就会 你会开始绝望 你开始 就觉得很忧郁 你会进入那个忧郁的阶段 你开始去重整你整个人生 然后开始去面对所有 你真实的自己 所以你对整个东西 就开始很不一样 你开始去整理了 这个阶段很重要 如果有些人就在那阶段 走不出来 就一直的沉着下去 带着那种痛苦 带着那种忧郁 进入棺材 做神父 看过很多人 在病床上 有的是喜乐平安 有的真的是受尽 那个痛苦 到最后还没有得释放 第五个阶段就是 你到最后 愿意接受 愿意接受 那个改变 愿意接受那个事实 不管是好的 不好的 你愿意接受它 拥抱它 那么样 你就成长了 你就要得自由了 你就要得着平安和喜乐 我们的生命 必须要经过这样的 不断的有这种阶段 这种经验 从小到大 一直会来的这些 这些这样的 的一个状况 我都讲了 你可以是考试 就是 人家你考的全部失败 你进不到神学怎么办 我以前 SPM等成绩的时候 我SPM成绩出来 我的马来文失败 我跟你讲 我好伤心 后来一想一想 伤心什么 我都没有读书的 做什么你这样伤心 好像很厉害这样 后来一想一想 要活该的嘛 要活该的 自己又不读书 但是有时候 我们人就是这样 我们又要不劳而获 什么都要 就是要这世界 全部顺我的心意 万事如意 我们都讲万事如意 对吗 我们就是要每样东西 都如我意 如我所意 但是东西一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伤心 我们就不喜欢 我们就不快乐 我们有时很无理取闹 所以有时候 我们身边的人会照样 我们会抱怨 就是因为我们 这个过程里面 没有去接纳 当我们接纳的时候 我们就会 move on 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 人生是一条路 如果这些事情来的时候 有时会有雨天晴天 什么天都有 但是天天都是好天 对吗 新年要到了 天天都是好天 不论晴天雨天 天天都是好天 这样子的生命 我们就会成长 我们就不断的学习 这样子的生命 是需要我们学习谦卑的 谦卑就是那个钥匙 让我们能够学习 所有的学习都需要谦卑 你一不谦卑 你就不学习了 那些骄傲的人 就很容易生气 当东西不顺心意的时候 骄傲的人 你看看你是不是骄傲 当东西不顺心意的时候 骄傲的人就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发脏 你看人整天发脏的 他肯定很骄傲的 那个人很难宽恕的 他肯定很骄傲的 很容易释放 很容易拿得起 放得下 我们看看圣母的生命 圣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 她遇到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改变 她都是虚心的接受 她很容易很快的 就跳过这五个阶段 直接接受 你越能够跳过这五个阶段 不去纠缠在这每一个阶段里面 你直接去到那个Jesna的时候 我跟你讲你人生少了很多的痛苦 人生少了很多的痛苦 我们学习圣母 她完全的接纳 她不明白 但是她存没在心中 反复的思想 这就是学习的首要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停止学习 是因为我们骄傲 我们不愿意 谦卑的 居心的 去看每一件人事物 在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 到底天主有什么旨意 如果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没存在心中 反复思想 如同圣母一样 终究我们会找到答案 天主会启示我们 天主在适当的时候 会让我们知道 会让我们开悟 让我们明白他的敌意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的教训很有权威 为什么 因为耶稣所讲的是一个人生的智慧 他不是教导知识而已 知识 今天的知识你可以上网 可以找到的 但是智慧 是需要我们经过每一次的这种 经过我们人生的考验 而学习的 而他最重要的就是 谦卑 愿意受教 今天我们祈求天主 降服我们所有的 那些组织学老师 还有步道班的推动员 还有我们所有在教导上 有这个职责的 我们这边有做老师的 有做老板的 做老板的也是要教导的 你要带领你的工人 你做家长的 你要带领你的孩子 从小就要开始了 不要宠他们 如果他们情绪勒索你 你就给他们 你就是宠他们 你也不懂什么是教育 所以在这边我们祈求天主的恩宠 给我们明白 给我们更认识 让我们学习 我们教导之前 我们自己必须要学习 OK 所以我们就祈求天主 给我们更多的恩惠 恩宠 阿们 阿们